在剧组里啊,是有着明确的等级系统的一个大江湖 现场的结构呢,不言而喻,叙述着这个严酷的事实 导演啊,是看不见的绝对权利 他从来不离开自己专属的那个房车 一想也是大冬天的,多冷啊在那边 他只是通过声音啊,和这个现场联系 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就望着那个不远不近的房车 就像等待某一个上帝给发出的信号一样 听着从对讲机里传出来的指令 主创团队呢,也有专门的餐厅和厕所 那剩下的这些演员啊,什么的 分别就在自己所属的中餐厅 还有外籍餐厅里边吃饭,活动 偶尔啊,也会跑到对方的那个餐厅里边去看看人家的伙食 位于金字塔底层的呢,就是那些厂务了 应该说是最受欺负的一个群体 亚丽闲着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厂务 才19岁,从青海西宁过来的 为了进这个剧组啊,他还给河南的一个公司交了1800块钱的手续费 可是等他到了以后才发现啊,这剧组根本就没什么手续费 这一说,等于就被人坑了 其实也不是坑,这就是一个 我刚才你说,这个拍电影啊,拍这个东西啊 就这现金流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挣钱的运作机器 那里边啊,你看那个谁陆川还有什么的都急了嘛 那副导演那里边就是捞钱啊,捞的那叫一个厉害 还有什么那个制片人啊,什么的啊 你一说给我招100个人来,给你招个60人就不错了 加上打那个场面群演的时候,你根本就数不清 你想了,这群演里边都还跑到那个化妆车里边躲着睡大觉呢 他这个小伙子啊,后来到这儿啊 他其实以前呢,他是在西安读空秤专科的 来这儿呢,就想,哎呦,我万一能给谁个艺人当个助理啊,什么的 或者是我能当个后补演员,什么的 可是到这儿啊,他只能当个厂物 厂物就跟打杂工的一样啊 就是给人家那个举个东西啊,那边撑个那个蓝布啊 反正就是干杂活的 刚过了半个多月啊,他就不想干了 于是啦,雅丽就问他呀,说,为什么不干了呢 他说,饭太难吃了 你看昨天那锅里边都有股臭味 我昨天都没吃饭 他说,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们组长还打人 他只要觉得谁做的不好啊 除了当着大家的面,骂他不说,真的打 那怎么算做的不好啊 你比如说吧,那天就是说我蓝幕拉的不够认真 拉的不好,真打你了啊 没打坏就是了 这个小厂物的脸上啊,还长着满脸的青春痘呢 说的话啊,却像是一个成年人已经厌世了的那种感觉 雅丽呢,就让他猜旁边呢,有两个美国群眼 说你猜猜他们俩的年龄 结果他猜了一个25,一个26 实际这俩群眼,一个34了,一个39了 一开始啊,雅丽还以为小厂物就是为了客气嘛 故意把这个年龄往低了猜一猜 可是后来一想啊,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边 你20多30多,没什么区别 大点就是你爸了,对不对 再大点你就是爷爷了 于是雅丽又问他,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3月4号吧,干完一整个月,我马上就走 那你跟组长说了吗 没有,我想过几天再说 那你是准备回学校吗 对呀,马上要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我想我再读个本科吧